香港科學館永生傳說 透視古埃及文明展覽 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歷來最受歡迎的館內展覽 入場人次多達85萬 這個項目主要由科學館館長 即是員工負責 他們如何多走一步 運用創意 炮製出一個世界級的展覽呢 好,我正在開門 這裡是甚麼地方? 正在走到哪裡? 歡迎大家來到古埃及 就讓我做響道 帶大家進入永生傳說吧 關於古埃及穆乃伊的展覽 內容多數從歷史考古的角度出發 香港科學館和大英博物館 在2017年合作的 永生傳說透視古埃及文明展覽 就以科學角度出發 解開穆乃伊永生之謎 我們香港科學館 其實每一年都會定期在全世界裏面 搜羅一些精彩的展覽 帶來給香港的市民去看 在幾年前我們知道大英博物館 有一個關於古埃及穆乃伊的 一個最新研究 我們因為知道了做這個展覽之後 我們必須要首先從文物的出發點 研究一下這次我們展出的 文物的歷史背景 那麼我們就思考 或者用一個創新的概念 有甚麼方法可以把全新的感覺 帶給市民呢 在展覽舉行期間 科學館外圍就佈置到 好像古埃及的神廟一樣 科學館的建築設計有限 我們就不能變成一個金字塔 我們當時就做了很多研究 發覺神廟在古埃及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們希望帶來的觀眾 好像來到科學館朝拜 我們即將會參觀六具保存超過一千八百年的穆乃伊 見證著古埃及文化的演進 其實我們遇到的困難都會很多 因為大英博物館其實是一間世界級的博物館 他們對文物的要求是非常之高 譬如說溫濕度的調控 我們現場的燈光的安排 甚至我們展出展櫃的密封程度 各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 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多少天 是可以的相對濕度在百分之四十以下 真的很難的 所以我們也做了很多的測試 首先第一樣是博物館 本身的設計不是比文物 我們的冷氣系統是比較舊式的 不可以去做一個抽濕的功能 所以我們也要預先在冷氣系統裡 做一個先鋒的調控 希望可以這樣來控制到 進入展廳空氣的濕度 無論是場景佈局、燈光設計、文字展示 科學館也希望帶給觀眾全新的體驗 像這個利用動畫和立體光雕技術製作的 多媒體節目 展示方式為世界同類展覽的首創 除了原有展品和解說之外 為了配合以科學角度去拆解木乃伊結構 科學館特別向供應商借來一部 醫學用的電腦斷層掃描機 具體地從科學角度 解說考古學家和其他專家 怎樣運用非入侵性方法 推斷死者的年齡和性別 並探索不同主題 包括飲食、健康狀況 穆乃伊的製作過程 和古埃及人的宗教習俗等 我們都希望想到一些 我們之前未做過的一些活動模式 去構思我們這次的活動 我們就提出了 不如試試密室逃脫吧 因為我們從來都未試過 做密室逃脫的活動 但出來的效果其實都挺好 我們做這個密室逃脫 其實主要都是圍繞看子彈裏 提過的一些訊息 希望他們出來之後 用回他們之前看過的 學到的一些訊息 就利用那個去做一個解謎元素 去成功解謎 就可以逃出那個密室 大英博物館是一間世界級的博物館 那究竟我們怎樣 能夠做一個給香港人看的展覽呢 所以除了文物之外 我們都花了很多心思 我想我們從事博物館工作的同事 我想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願景 有一個初心 是將一些很高質素的文化活動 或者展覽項目 帶給香港市民